为了体恤第一线救灾人员的辛劳 割后阿令的姐姐黄丽 和姐夫高华一 两人在12号中午特地准备360份 热腾腾的美食要给消防弟兄享用 一口塞下去真的好满足 而这可不是要拿来卖的 全部都是艺人阿令要犒劳辛苦的消防弟兄 特别准备的 花莲消防局局长特别前来颁发感谢状 而领奖的人就是阿令的姐夫 还有她的姐姐 看到花莲在一起也想尽一份心力 阿令本人也是相当担心 她的家人们12号一早搭火车前来 还借用朋友家的厨房制作料理 带着360份的美食 犒赏辛苦的消防弟兄 因为我们其实在电视上 有看到一些热心的一些店家跟民众 都有来捐赠一些物资 可以为我们花莲尽一份心力 所以我们明白 我们也想办法要提供一些 我们的一些资源可以给我们花莲一份心力 其实我们当天 我们那时候全家人是要来花莲玩的 是吗 当天是要来花莲玩的 没有没有 因为她刚好 因为妈妈连爸爸妈妈都要 他们要从台东上来 然后我们就是约在花莲集合 对 所以就是也是因为这就是 看到这个地震的关系 后来就整个新增都取消了 原本开心的行程泡汤 还是心存感激 一家人仍然用自己的方式替灾区尽一份心力 一家人仍然用自己的方式替灾区尽一份心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